明明是美术课 女孩却写满了 整页的阿拉伯数字 不管老师怎么喊她 都没有停下来 直到老师抽走纸张 她才抬起头来 脸色沉重 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课后女孩消失不见 等老师再找到她 她的指甲满是血迹 嘴里还在不断地说着 门上还有一串带血的数字 这件诡异的事情 发生在50年前 真实原因无人知晓 唯独那张女孩留下的纸 最终被放进时光胶囊 封了起来 而今天是学校50年校庭 也是胶囊开封的日子 50年前的信纸 被分发给现在的新生 这个男孩 收到的正是 那张写满数字的信纸 奇怪的是 刚拿到信纸 就有一个黑色身影 远远地盯着男孩 可以眨眼 又不见了 男孩把这张纸带回家 被父亲无意之间发现了 父亲是名教授 看见写满数字的纸 第一那洞了 挑出一组数字 发现这好像代表一个日期 他在网上搜索 发现日期指向了911事件 男人对这些数字 更加好奇了 他搬来白板 把数字都写上去 然后根据现有的规律 将日期排出来 当男人把日期逐个搜索 他慌了 每个日期竟然 都对应了一场灾难 日期后还带有遇难者人数 一个不差 都能对应上 而男人最不解的是 这些灾难都发生在近50年里 但信纸明明被密封了50年 写下这些数字的主人 是怎么预知未来的 第二天 男人把知给同事 可同事根本不信 有人能为补先知 况且纸上除了日期跟人数 数字之间还有没破解的部分 同事觉得男人疯了 他知道男人妻子 死于一场灾难 认为男人会对 与灾难有关的东西格外敏感 看同事拒绝帮忙 男人愤怒地走了 他继续追寻线索 先是找到50年前的老师 打听信纸主人的下落 但老师却说 女孩几年前已经死了 线索中断了 男人只能回家 盯着电视上的新闻 因为照他发现的规律 纸上还有三场灾难没有发生 真的发生就证明了他的猜测是对的 可看着看着 他睡着了 再次醒来已经到了 要接送孩子的时间 男人赶紧上路 可却在马路上目睹了 一场人间惨烂 这架飞机完全失控了 左侧机翼滑着地面 擦出了猛烈的火花 撞向地面后 直接爆炸开花 男人看着眼前的一幕 跌跌撞撞上前 事故现场不断有伤员跑出来 有人身上还带着火花 还有人半路就已经倒下 爆炸还在发生 男人用尽全力也没能救下几个 最终失事飞机遇难81人 看着新闻男人感到无比愧疚 因为他一早就知道灾难会发生 那张写满数字的纸 全部是灾难的预言 而这次灾难的发生 使得原本就已破译出 灾难时间和遇难人数的男人 又掌握了一个关键信息 就是灾难发生的位置 因为纸上写的42.41 71.2 与飞机失事的坐标一模一样 男人赶紧将下一次灾难 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告诉警方 警方却以为男人是恐怖分子 要将他逮捕 男人连忙逃进一个地铁站 可他不知道的是 灾难已经悄然来临 有轨道发生故障 轨道上行驶的列车反而不及 整节车厢脱轨 对着男人锁在列车冲去 列车上的人拼了命往外跑 但一切都完了 预言的灾难还是发生了 单凭男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甚至身边也发生怪事 这晚男人的儿子醒来 发现房间多了个人 那人指着窗口要小孩过去 男孩赵左 却发现外面燃起了大火 动物疯狂外逃 却依然被烧死 小孩被吓得大叫 男人赶紧冲过来 看到的却只有屋外的神秘人 可当他出门查看时 神秘人早就不见了 事情已经不受男人控制了 他四处打听 通过当年写下预言的女孩信息 找到女孩唯一的亲人 他的女儿 但当女人听到男人说 是来查他母亲时 脸色一下变了 立马转身走人 果然 这晚女人找到男人 提出要聊聊 原来女人早就知道 母亲的预言能力 她却没有做出任何行动 当女人得知男人的妻子 也死于一场灾难 她有些惭愧 答应男人为她提供一切线索 女人先把男人到 之前母亲住过的地方 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可一番搜寻后 男人一点发现也没有 心灰意冷地准备离开 却碰巧踩到了什么 是一块鹅卵石 看着石头 男人想起了一件事 曾经有神秘人 给了儿子这种黑色的鹅卵石 他看向地上 还有更多 男人趴下来 发现床底刻着东西 当他把床掀过来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 神秘人从口中射出 一道白色的光 差点把男人的眼睛闪下 待光芒消失 神秘人又不见了 男人焦急万分 但也来不及去追寻 因为他刚刚从刻满了 密密麻麻英文的床板上 破译了预言纸上所写的意义 意思就是所有人 这或许代表着 最后一场灾难 所有人都会是遇难者 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可预言纸上记录了日期 却没有记录灾难发生的坐标 男人毫无头绪 不知从何查起 但他突然看到 女人女儿在一张画上涂鸦 画是昨晚在女人母亲家里拿的 男人看着被涂色的太阳 脑海里闪过了什么 他立马跑回工作室 用现有数据推算 发现太阳将会有一次 前所未有的能量爆发 臭氧层根本不可能抵挡 而一旦失去臭氧层 所有人都会死 灾难终于明晰了 但男人根本无法阻止 而女人也听到这一切 转身就跑 他要带上孩子 找个最深的洞藏起来 男人也想逃 他找上儿子 却发现儿子像是着魔了 不断在纸上写数字 跟那张预言纸一模一样 男人震惊地把纸抢走 男孩就写在桌上 把笔也抢走 男孩就用指甲刻 直到男人抱他 男孩才醒过来 可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看着桌上的刻印 男人突然想起预言纸的主人 也在门上刻过字 他立马开车冲向学校 打碎玻璃闯进去 将那扇门带回家 他要知道女孩刻下的是什么 可女人不理解 问为什么不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因为男人知道臭氧曾被破坏 逃到哪都是死 偏偏女人无法接受 带着两个孩子跑了 路上女人停车加油 电视上已经出现 呼吁避难的新闻 就在这时 神秘人开车带走了两个小孩 女人只能赶紧开上另一辆车锥 但最终车祸身亡 当男人赶来 女人已经死去 男人只能再次出发 来到他从门板上得到的位置 果然女人被抢的车就在这里 在农屋里他看到神秘人的身影 两个小孩也在这里 男人问神秘人你们到底是谁 神秘人没有回应 只见一艘 巨大的飞船从天而降 原来神秘人是外星人 而那张预言纸 和男孩的诡异行为 是外星人操控他们 所发出的提醒 只是一切都晚了 现在只能带走一些人类 作为最后的希望 当男人得知只有被选上的人 才能上飞船 他没有崩溃 儿子能活下来 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随后两个孩子跟随飞船 渐渐远去 男人也回到了家中 与父母拥抱等待最后的别点 最后地球随着太阳活动的爆发 恐怖热浪席卷地表 将大地上的一切燃烧殆尽 在外星球上 两个孩子活了下来 他们就像亚当和夏娃 在新的伊甸园 重新开始人类的历史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神秘代码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